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等着就行了 是吗 那我要不要送条鱼给阿姨呢 大鱼来咯 天哪雷迪 太感动了 我想阿姨肯定会很高兴的吧 雷迪 你过来一下 好的 海力 你钓鱼吧 再见 好的 上钩 上钩 这是什么 全部都是海草啊 海力 不是很自信吗 看来钓鱼水平一般吗 这跟我的水平没关系 我钓鱼时连个鱼的影子都没看见 那人家彼得先生怎么能在那里 钓到那么多的鱼呢 海力 你是不是没用鱼饵啊 鱼饵 那是什么 鱼饵就是引用鱼上钩的食物 对 我好像也曾经听说过 钓鱼要用鱼饵 原来这样 什么嘛 海力 你对钓鱼是一窍不通 还说什么去抓鱼 我还以为要有鱼竿就可以了 什么 海力真有你的 那用什么做鱼饵比较好呢 哪来的蚯蚓 这不是一般的蚯蚓 这是我钓鱼的诱饵 你要拿这个当诱饵吗 当然了 我问过彼得先生了 他说没有比用蚯蚓做诱饵更合适的了 这么说我这回可以满怀期待了 当然了 有多少期待就有多少回报 你是说只要用这个就能抓到鱼对吧 没错 来 我数到三 你就抛下去 好 一 二 三 雷迪 好像动了 就是现在 起安 雷迪 好像钓到了一个很大的东西 天哪 真的抓了很多 你很棒 雷迪 谢谢您 看到白乐阿姨笑了 我心情也好了 这是我送给您的特别礼物 你抓了好多鱼啊 雷迪 我可以和朋友们分享这些鱼吗 当然可以了 阿姨 您能分给我一些鱼吗 当然 真的 海力 你不会是想告诉小娟是你抓的鱼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们不要告诉小娟哦 这个嘛 我可不会撒谎 我们也不会 不是撒谎 是秘密 所以求你们了 朋友们 小娟 小娟 麦克斯 你好 你是来报名的吗 嗯 但是我还没想好报什么项目呢 那你先看看再决定吧 呃 赛跑 跳远 跳高 跨栏 哦 这些项目都好难啊 怎么样 想好要报什么了吗 哦 还没有 一会儿我想好了再来吧 哦 麦克斯 这么说来 她说过下午会再来的 也没来呢 什么 麦克斯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们还是立刻出动 争取尽快找到麦克斯 是 小娟 麦克斯 开普 你看到麦克斯了吗 麦克斯 否明的时候见过一面之后就没看见了 是吗 明白了 谢谢你 麦克斯 我看到过 他好像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天黑的时候我看到他哀声叹气地朝七号路的方向去了 朝七号路的方向去了 大家注意 斯普吉说他看到麦克斯朝七号路方向去了 请立即前往七号路方向 好的 护士 快点 小鹤 开门 马克斯 麦克斯 蛤 麦克斯 麦克斯 你在哪儿啊 请注意 大家快来东边的山坡吧 我找到麦克斯了 麦克斯 波莉 麦克斯 你们怎么来了 你才是 你在这里做什么 出什么事了吗 是啊麦克斯 你下午也没来报名 那那那是因为 我没法参加田径比赛 没法参加田径比赛 那是什么意思 你看我又慢又重的 就算参赛了 也会被大家笑话 怎么会呢 没有人会笑话你的 麦克斯 我们现在还是赶快回去吧 我不 大家如果问起 我报了什么项目 多丢人啊 虽然我也很想 报名参加比赛 啊 不然 你跟我们一起 做一些准备工作 怎么样 准备工作 嗯 任何比赛 都不是只有选手参与的 为比赛做些准备工作 也是一种参与的方式啊 没错 如果没有人 在幕后工作 选手们 怎么能放心比赛呢 是啊 麦克斯 你就跟我们一起 为田径比赛 做些准备工作 怎么样 真的 我能行吗 当然了 现在 刚好就有需要 麦克斯帮忙的事情 什么事啊 可以了 拜托了 麦克斯 放心吧 哇 真是太棒了 多亏了 麦克斯 明天可以顺利开赛了 谢谢你 麦克斯 能帮上忙 我也很高兴 明天 也要拜托你了 嗯 我会尽力的 哇 好大的一个泥潭哦 嘿嘿 今天就在这里玩玩吧 呀吼 好开心呐 看不清楚了 三 四 哎呀 飞得到处都是啊 啊 怪 怪物 例不想念我 哦 哦 我的天哪 哇 封 哈 z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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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力 你先去 看看怪物长什么样子 好的 你没事吧 我倒是没事 快帮我抓住那个怪物 这里很危险 你先推到那边去吧 哦 好 我先来看看 这是什么怪物 竟然无法识别 这到底是什么呢 来了 海力 情况如何 我正在识别图像 不过好像有点奇怪 你们听 他好像是在寻求帮助 海力 我们几个来掩护你 你再靠近一点 看看具体什么情况 好的 罗伊 你去负责右边 恩巴 你来负责左边 好的 你看 天呐 这不是四步骑吗 四步骑 四步骑 哈利 得抓紧时间了 房子好像快要倒了 嗯 四步骑 我们现在开始搬木材 你不会有事的 先忍一忍别乱动好吗 很好 大家小心一点 把木材抬起来 好的 四步骑 哦 怎么弄成这样 恩巴 我以为自己死定了呢 现在没事了 四步骑 四步骑 我们得离开这里 你还能动吗 嗯 对不起 破莉 我好像动不了了 等一下 我来帮你 好像被卡住了 啊 快点出来 房子要倒了 啊 我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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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一点 四步骑 我们会带你安全地离开这里的 嗯 我好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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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 你检查一下四步骑的左车轮 嗯 找到了 好了 现在抬抬看 嗯 嗯 嗯 走吧 螺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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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刚才四步骑的箱子和我的箱子被调换了 而四步骑的箱子又和米妮的箱子被调换了 对 所以我们才过来 想看看那个箱子是不是在您这里 这可怎么办 我刚才去邮局把东西都给寄走了 啊 您说什么 那些东西是我送给大洋彼岸的侄子的礼物 这可怎么办呢 米妮肯定眼巴巴的等着我回去呢 爷爷 您别担心 要不您先回去跟米妮一起等我的消息吧 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米妮的礼物的 那我的礼物怎么办 您也不用担心 只要解决了米妮的问题 那么您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波斯提 霍里 你怎么来了 我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找你 上午彼得先生交给你的那些包裹 现在还在你这里吗 彼得先生的包裹 一个小时之前已经送到码头去了 什么 这下可麻烦了 嗯 礼物被调换了 好像是因为斯普奇的箱子和米妮的礼物 外包装饰一样的 那怎么办啊 米妮盼了那么久 肯定很失望 是啊 帕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是啊 要是去斯普奇那里找到米妮的礼物 这会儿也该回来了 帕里 礼物找到了吗 还没有呢 现在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 出什么事了 斯普奇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彼得叔叔 阴差阳错 箱子又被调换了 什么 问题是 那个被调换的箱子已经被琪琪带走 要送往大阳彼岸了 不会吧 这也太复杂了吧 看来我们只能去找琪琪 看能不能把礼物找回来了 你们赶紧来码头 在那里集合 知道了 靖井 公理 海力 你先去找琪琪 我们几个随后就到 明白了 走 来 来 好 大家出发 大家 快上来吧 琪琪已经同意了 允许我们查看货仓 谢谢你 琪琪 耽误你的时间了 没关系 琪琪 波斯提送来的包裹 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应该是在红色的集装箱里吧 谢谢 是不是需要把黄色集装箱 抬起来啊 安巴 我们一起抬右边 罗伊 你负责抬左边 抽出下面的集装箱后 海莉 你负责找东西 大家准备好了吗 那就开始吧 一 二 三 小心 罗伊 再往右边一点 嗯 可以了 凯莉 上吧 咦 让我看看 到底藏哪儿了呢 找到了 这就是彼得叔叔的包裹 任务完成 唉 太好了 为了找到被调换的箱子 差一点就飞到大洋彼岸去了 哼 大家都辛苦了 谢谢你 琪琪 多亏有你帮忙 不用客气 密奇 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奖牌啊 什么奖牌啊 我没见过 唉 这可怎么办呢 那可是独一无二的奖牌啊 这里没有的话 会不会被别人拿走了呢 会是被谁拿走了呢 难道是 真是太厉害了 瑞菩提 你真的没看到我的奖牌吗 我真的不知道 您 不会怀疑我吧 你看 我怎么想也想不出 谁搬过那个柜子呀 不是我 我绝对不会连招呼都不打 就拿走别人的东西的 我敢对千发誓 绝对不是我 瑞菩提 瑞菩提 白狼阿姨真是太过分了 她怎么会认为是我拿走了 那么贵重的东西呢 我 我 难道是刚才搬东西的时候 奖牌叼出来了吗 好不怕真是啊 怎么办 在哪儿啊 怎么办啊 怎么都找不到啊 是奖牌吗 哪里是奖牌啊 雷奇 快一点 你们先停一下 什么声音啊 我是对不提啊 可不见我吗 我在这儿呢 什么怎么办呢 还怎么办 快放下来吧 快放下来啊 怎么 我已经使唤了 我可能出故障了 救命啊 百乐阿姨您好 小娟 不好了 瑞菩提被挂在 出故障的吊车上 现在很危险 大家都听到了吧 请立即出发 赶往码头 是 小娟 宋猟 柠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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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力 你先過去看一下 情況如何 好的 我一直在往下活 堅持住雷琪 我我我已經盡力了 不用吧 雷不停 救援隊馬上就要來了 你再堅持一會兒吧 堅持 海力 你們快來呀 我上去幫助海力 你們兩個在下面好好照看著 好的 雷迪 能把我舉高一點嗎 嗯 我快堅持不住了 大家抓你時間 馬上就好了 螺姨 架起梯子 知道了 哎 好了 瑞不提 出來吧 慢慢地上來吧 我還怕 沒事的 瑞不提 有我們在這裡呢 好了 那我放下去了 哎呀真是萬幸 你真棒 瑞不提 謝謝你雷迪 不客氣 雷琪 我會告訴小娟 讓她儘快幫你檢修的 謝謝你 雷迪 一會兒你能把這個大箱子 裝進馬林的貨倉嗎 放心吧 把琪琪的貨物裝完 我就給你裝 謝謝 辛苦你了 對了馬林 聽說你這次要出趟遠門 嗯 天氣不好 所以我有點擔心 是啊 這天氣可不要變得更壞了 海上的天氣原本就變幻無常 好了 琪琪 謝謝了 現在該給馬林裝載貨物了 哎唉 好 哎呀 哎呀 裝好了 馬林 謝謝你雷迪 那我出发了 下次再见 再见 玛琳 成功了 现在正式进入探险模式 什么声音 别死我了 谁在那里啊 玛琳哥哥 是我 陆迪 我的天哪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想要环海旅行 就偷偷跟着哥哥来了 能和你一起去吗 这可不行 我的甲板没有那么安全 拜托 就带上我一起去吧 我穿着救生衣呢 那也不行 我们必须马上回去 服好了 哥哥 求你了 怎么突然下雨了呢 玛琳没事吧 玛琳前往的那个方向应该没事 只有我们小镇这边下雨 哦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军 是我 玛琳 玛琳 发生什么事了 遇到点问题 就返回港口呢 但是风浪太大了 现在不能回来 天气十分恶劣 玛琳 你很难靠岸的 这个我知道 但是 陆迪现在在我的家拜上呢 说什么 啊 风浪越来越大了 靠我自己 可怕很难回去了 玛琳 不要担心 我们马上出动去救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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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我害怕 嗯 嗯 再静止一会儿 快到了 啊 小心 啊 哥哥 北丽 救救我 凯莉 你能行吗 没问题 我来寻找玛琳 你们跟着我就行 好 大家出发 嗯 狐狸 这边 玛琳 大家用力抓住玛琳 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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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迪呢 海棠盖过来 把他捡到西边去了 什么 罗姨 安巴 我和海莉去找陆迪 你们在这里帮助玛琳 知道了 救命啊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呢 怎么办 我沿着收银的方向去找找 帮帮我 找到了 玛琳 跟我来 玛琳 海莉三哥 海莉 快点 现在安全了 玛琳 得救了 好了 玛琳 好 现在我们回港口吧 玛琳哥呢 玛琳没事 那太好了 请在开头帮我写上 致 亲爱的 致友 瑞不提 然后呢 上次事情都是我不好 请接受我的道歉 还得告诉他 你不是故意的 对 我不是故意扔下你不管的 我真的是忘了 不过 我一想到你的伤心难过 就自责不已 这样写行吗 好好 太喜欢了 在后院里挑了一棵 最漂亮的花 种在花盆里了 他会喜欢的 太谢谢你们了 不客气 总之 这次真心希望 你能和瑞不提 和好如初 嗯 我也希望如此 那我走了 再见 麦克斯 瑞不提 吓我一跳 你在等麦克斯吗 我为什么要等他 他即使来了 我也不会接受他的道歉 是 是吗 呃 瑞不提 看呐 麦克斯又来了 哪 哪呢 哦 真的呀 我 我赶紧去仓库待着 你可不能告诉麦克斯 我在哪儿哦 记住了哦 真是 你好 特里 你好 瑞不提可能在仓库呢 谢谢你 特里 呵呵呵 那我就慢慢开始我的工作吧 朋友们 帮个忙 好的 瑞不提 你在里面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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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瑞不提 嘿嘿 我不想理你 哼 瑞不提 你为什么老找我啊 这烦人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你听我说 好不好 嗯 不好 你怎么说 我也不会原谅你的 瑞不提 拜托 小心 要小心 不用担心 这么点东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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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得赶紧叫百乐阿姨过来 嗯 看吧 不让你小心点了 就是 你有个奇怪的毛病 我不会接受你的道歉的 不要再跟着我了 对不起 拜托 别生气了 原谅我好不好 别跟着我 再跟着我 我就发火了 拜托 瑞不提 都说了 不要再跟着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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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啊 啊 你 你 그때 要 去 啊 去 马上 去 你 这 可以 你 好了 出发 我好怕 麦克斯 你一定不要离开我 麦克斯 对不起 朋友们 救命 救命 蕊不停 马上就来救你 海力 海力 我要飘走了 麦克斯 霍莉 情况点急 请马上过来 好 就快到了 安巴 你帮助一下海力 罗伊 你和我去救麦克斯 好的 快点 海力 这儿 快点 快点 麦克斯 麦克斯 现在可以放心了 得救了 好了 朋友们 好 我们准备好了 好 我们准备好了 好 我们准备好了 好 大家出发吧 嗯 原来躲避朋友这么费劲儿呢 但是听说 土酒坡的风景非常不错 今天晚上 我就留在那儿过宴了 嗯 站在风景如此美妙的地方 这探险的勇气 由然而生呢 但是 想要试试明天的计划 我得早点睡觉 哎呀 今天可真够忙的 眼睛困得快睁不开了 哪里的大风光的也太猛了 今晚你们可不能分开 好 好好地突然挂这么大风 瑞菩提 好了吗 嗯 瑞菩提 特里 白龙阿姨 阿姨 你们俩今天也早点回车库吧 好 不过也不知道坎普怎么样了 他说过今天要待在森林里的 我们是不是得把这事告诉救援队 但是坎普再三叮嘱我们 要帮他保守秘密的 没错 再说坎普不是野营专家吗 不会有事的 嗯 真的不会有事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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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嗯 嗯 其实我也担心坎普 所以过来看看 遇上昨天那种大风 很容易出事的 谁说不是呢 挂这么大风 管你在海上还是山上都不安全 昨天乘船的坎普到现在都没来 怎么能让我们不担心呢 听瑞菩提说没有收到任何音讯 那就表明没道 什么 没有收到任何音讯 这是真的吗 瑞菩提 嗯 这 这可 我是实话实说呢还是不说呢 当然实话实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看来只有说实话了 好久没有睡得这么香了 哦 这是哪儿啊 哇 救命啊 朋友们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海力 坎普好像遇到麻烦了 听百乐阿姨说 坎普昨天就到达小镇了 但是后来她去拖酒坡露营去了 什么 必须马上去找坎普 说不定她已经陷入危险境地了 知道了 海力 你先去森林那边寻找坎普吧 我们随后就到 知道了 嘿 快去 救命啊 谁都帮我停下来啊 坎普 到底在哪儿啊 救命啊 坎普 坎普被困在野鹰拖车里了 现在正义很快的速度划下山坡 我根本无法拖击 请求支援 知道了 海力 大家都做快点 嗯 海力 海力 我们已经到达秃鹫坡下面 报告一下坎普的位置 她马上就要到达你们呆的地方了 嗯 好 大家准备好了吗 嗯 哇 救命啊 救命啊 就是现在 救命啊 阿姨 阿姨 不要啊 坎普 摊谷 没事吧 坎普 朋友们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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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